这晚彭冠英外出聚餐 结束后他和朋友们走到室外 先处理完信息 又和朋友们搜索起来 彭冠英对身边小哥聊上两句 顺势抬手揽上对方的肩膀 一起走到车前 同另一位朋友道别 他大方送上拥抱 简单对话两句 再去跟其他人寒暄 彭冠英的人缘不错 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 以此之间开着玩笑 还抬手摸了摸人家的下巴 此时小鹏终于打算回家 不由分说地拉过身旁的光头大哥 就往坐驾方向走去 这也太热情了 走到中途大哥又遇到熟人 彭冠英扭不过 只得由着对方再去交流一轮 没等人家多说 又牵着大哥继续前行 快步走到坐驾前 彭冠英似乎想陪着大哥走回住处 不过对方去拉住他的手臂 前他坐车先回家 彭冠英先哄对方松手 让助理把大哥拉走 自己则快速把包放进车内 马上跟上队伍 陪着大哥一起步行返回 这也太够意思了